肖敬腾的保姆车在昨天居然被歹徒泼洒了会晤 那么仔细看看监视器都录下来了 这个歹徒就是骑着这个机车 然后就要对肖敬腾来泼洒会晤攻击 肖敬腾那时候人在保姆车上是躲过一劫 不过驾驶却惨遭泼洒会晤 臭气冲天 对此肖敬腾感到自责 而这名驾驶阿龙今天也跟着肖敬腾一起出面开了记者会 他说两名歹徒当时假扮歌迷要签名 泼洒会晤之后还呛三字经 甚至说要肖敬腾小心一点 那么这个司机有表示 说他当时有快速追出去 可是没想到还是让歹徒趁乱逃逸 戴着眼镜他就是肖敬腾的保姆车驾驶 这起意外事件当中他无辜被波及 歹徒本来要泼洒肖敬腾的会晤 结果都泼到他身上 然后他就说他要签名 然后就后来我就要关上门 他就拉住车门不让我关 然后就突然跳起来 就看到他拿了一杯类似 对就分辨的东西 然后要从里面丢 挡掉之后就把他挡掉 挡掉之后我就转身去抓住他 歹徒不但泼洒会晤 事后还呛瞎爆粗口 不过驾驶并没有被吓到 还上前追赶骑士 因此被机车拖行一段路 手脚也受伤 丢东西的时候他有讲了一句 一些话就很不好听的话 他是不是有嗆瞎 嗆什么内容 就脏话然后后面要一句 那个肖敬腾给我小心一点 我看到我的同事 昨天因为这样子 被这个车拖了 好远的距离 然后受伤一拐一拐 老肖事后很自责 还脱下自己的内衣给驾驶穿 并帮他把身上的汇物擦干净 代徒行径嚣张 破汇物无非是公然挑衅 心疼工作人员无端被波及 老肖也难得亲上火线 就是要替自己的员工讨回该有的公道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道 拿下了金曲奖 又在两岸三地走红 这歌手肖敬腾 他从当年的选秀一歌 晋升成为歌坛小天王 虽然他的唱歌很拿手 可是青少年时期的他 并没有把力气用在唱歌 反而经常打架闹事 不过他的音乐人生 是在一间音乐教室里头有转变的 有来肖敬腾是接触到了爵士谷 婴儿爱上音乐 一路看着他成长的肖爸爸说 不管儿子怎么选择 都绝对支持他 只不过看到他走红之后 却遭人威胁 实在是既气愤又不舍 帮着小辫子戴着帽子 一身个性装扮 他就是艺人肖敬腾的爸爸 对着镜头大方介绍 儿子的音乐录 14岁 15岁 就开始有这个意念 然后就开始学打鼓 就是在这边 就是这个隐秘空间 激发出老肖的音乐天分 肖爸爸说求学阶段 肖敬腾一有空就往这跑 在好友眼中 他不只爱音乐 也很有个性 幽默啦 还蛮幽默的 比较正义的吧 对啊 比较既有正义感的人 肖爸爸不会言 儿子以前疲了点 看看老肖的童年照 瞇瞇眼睛 就是镇字招牌 站在家人旁边 身形显得瘦小 但一看照片就知道 调皮的他不怕高 不怕衰 个性活泼外向 和刚出道时的 腼腆模样差很大 心徒一路顺遂的他 也许是感念 从小家境不富裕 又走过迷失少年路 除了唱歌 也努力投身公益 但人孔却招来危机 肖爸爸天乐好心疼 都是很真诚的做事情 很认真做事情 也没有说跟人家 有什么结怨或是什么 所以我会有出这种事情 就是做医疗之外啊 对事发相关肖爸爸表示 没有刻意了解 但真的是心疼儿子的遭遇 也希望尽快找到凶手 理清到底是什么恩怨 要做出这么无理的威胁 而他又是招谁惹谁了呢 这是金曲歌王肖靖腾 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莫名其妙地 遭受到这样的攻击 那么事情是发生在 昨天下午他的住家门口 那么当时他已经搭乘了 保姆车准备要出门了 那么当时就是因为 您看到保姆车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的助理还在外头 但问题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其实骑着机车 那么全身包得紧紧地 连车牌都蒙了起来 那么重点是 他们手上拿着一坨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他们已经在这附近 大概已经埋伏了两天之久 那么这次一看到保姆车 他们立刻上前 问了这是不是 肖靖腾的车之后 立刻就泼洒了会晤 而且是朝着前座泼洒 所以现在虽然前座 已经整个都洗过了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臭 不过也就是因为 当时司机他坐在前座 所以阻挡下了一切 那么肖靖腾因为在后座 所以逃过一劫 那么今天中午肖靖腾跟司机 一起来对外说明 但是你可以看到肖靖腾 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他等于是在跟对方宣战 他说他根本没有跟人家结怨 那么他也知道背后的主使人 可能是谁 他说我非常肯定 他们就是针对我 他甚至说他希望 用钱指使人做事的人 可以得到最大的惩罚 而且他说这些遭到指使的人 他们会后悔 你可以看到他用非常非常重的字眼 告诉大家他已经报警了 而且他对于这样的侮辱 非常的气愤 绝对不会像恶势力低头 我希望 这个用钱指使人做事的人 要得到最大的惩罚 收钱做事的人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会后悔 金曲歌王肖靖腾难得这么生气 因为他28号要出门时 在自家门口保姆车上 遇到两名骑车袋徒袭击 请问这是肖靖腾的保姆车吗 我就是说我想请他签名 我想请他签名 就是意思还是要见到我 还是要找我 还是要我下车 所以我相当肯定他们是针对我 肖靖腾说上了车后 某面歹徒骑车向前 先是询问司机 是不是肖靖腾的保姆车 司机否认对方又自称 是歌迷想要签名 司机才说赶时间不方便 没想到这时 对方拿出一杯有恶臭的肮脏会晤 从驾驶座朝车内泼洒 当时司机身手阻挡 全身被波及 但坐在后座的肖靖腾躲过一劫 老肖否认与人结怨 但似乎知道攻击对象 而且对方有备而来 已经埋伏超过两天 司机挡下护住肖靖腾心疼 当时拿出内衣给司机唤醒 心情也大受影响 但事后还是依照既定行程 到基隆海洋大学和粉丝打球 经纪人已经帮忙报警 也请了保镖24小时保护 老肖出面说出怨气 不愿向恶势力低头 也希望赶快揪出援凶 东门新闻 陈医生 锦阳 李育仁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 好 您可以看到肖靖腾 他的用词其实蛮重的 他的确非常的生气 他气的并不是自己遭受到攻击 而是为什么要波及到他周边的人呢 尤其是这一次最惨的驾驶 因为帮他挡过了这些会晤 但是自己全身都臭臭的 所以肖靖腾才会这么地自责 当时他立刻就脱下了自己的内衣 赶快让驾驶来穿 所以今天从他们两个的互动 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驾驶两个人 应该感情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位驾驶叫做阿龙 今天也一起出面开记者会 说了当时的情形 戴着眼镜 他就是肖靖腾的保姆车驾驶 这起意外事件当中 他无辜被波及 歹徒本来要泼洒肖靖腾的会晤 结果都泼到他身上 然后他就说他的签名 然后就后来我就要关上门 他就拉住车门不让我关 然后就突然跳起来 就看到他拿了一杯类似 对 就分辨的东西 然后要从里面丢 我挡掉之后就把他挡掉 挡掉之后我就转身去抓住他 歹徒不但泼洒会晤 事后还呛瞎 爆粗口 不过驾驶并没有被吓到 还上前追赶骑士 因此被机车拖行一段路 手脚也受伤 丢东西的时候 他有讲了一句一些话 就很不好听的话 他是不是有呛瞎 呛什么内容 对 就脏话 然后后面要一句 那个肖靖腾 给我小心一点 我看到我的同事 昨天因为这样子 被这个车拖了 好远的距离 然后受伤一拐一拐 我是很难过 老肖事后很自责 还脱下自己的内衣给驾驶穿 并帮他把身上的汇物擦干净 歹徒行径嚣张 破汇物无非是公然挑衅 心疼工作人员无端被波及 老肖也难得亲上火线 就是要替自己的员工讨回该有的公道 东森新闻在台北报道 好 到底是谁做的呢 事实上这两名歹徒应该早就有预谋了 但是肖靖腾的说法 他认为这两个歹徒是被指使的 谁是幕后指使者呢 显然他可能自己心里也有数 因为他说他可以合理的回疑是什么人做的 因为他的助理接到长达两个月到三个月 甚至是半年的恐吓电话 那么既然都接到电话了 可能就知道对方可能是谁 但事实上呢很多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当然立刻就会联想到他最近的一次的争议 就是呢跟这一位歌迷之间的一些事情 这个歌迷呢他是日本人叫做Yuki 那么之前呢就是因为呢他非常非常的有钱 知道肖靖腾住在哪里 他呢就跑去住在肖靖腾的同一个社区 那么甚至呢还在半夜的时候 把煲汤送到了肖靖腾家的门口 让肖靖腾吓坏了 因为是三更半夜 但是呢后来Yuki他还自己呢开了记者会 拿出了一堆文件告诉大家说 他只是赞助商 所以呢他有钱住在哪里也都不是问题 甚至呢也告诉大家说 当时他煲汤是好意 而且呢他是希望可以跟肖靖腾 谈合作的 甚至后来还说 他是被那一位经纪人给陷害 那么不管事情到底是如此 那么现在呢肖靖腾说 他已经掌握了证据 那么会不会是粉丝呢 老肖不承认也不否认 这里就是肖靖腾 位于南港的住家 当时两名歹徒就是在对面的 这条巷子里埋伏两天 刺激而动 而且地上还留有会晤的痕迹 不过早在这两个月以来 经纪和助理早就接到骚扰电话 助理经纪人接连接到口吓电话 对方似乎受人所托 侠怨报复 对方的意思说是要帮别人讨公道 最后讲到这边而已 细节不透露全都保密到家 而两名颇会晤的歹徒 嚣张身影也被社区监视器拍下来 戴口罩安全帽 两名歹徒共乘红色机车 停在社区大门口 而助理和保姆车就停在旁边 事实上两名歹徒 27号周日就从早上10点半 待到下午2点多 似乎在勘察地形 隔天28号周一早上又现身 全冲着老肖来 不过肖敬腾否认与人结怨 我没有跟任何人结下任何的恩怨 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经济没有任何的问题 排除工作和财务上的纠纷 那有没有可能是粉丝肖敬腾 与戴保留 是之前曾经对你有一些 举重的对象吗 我不想 我甚至不想怀疑 当然我可以合理的怀疑 但是我不能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答案 肖敬腾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 也让人联想到先前深夜煲汤 送到家门口的疯狂女粉丝Yuki 她自称赞助老肖多场大陆商演 还说被经纪人Summer设局陷害 双方闹得不愉快 也被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幕后主使者 人在印尼度假的Yuki只喊冤 说她第一时间也很担心老肖的安危 究竟是谁买凶颇会物 现在全案交给警方侦办 只希望能快快抓到两名歹徒 揪出幕后的真凶 东森新闻 沈锦昂林玉仁在台湾